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慢性肾脏病早期筛查诊断及防治指南中指出 全球约有14.3%的人有慢性肾病 在我国约有一亿左右的慢性肾病的患者 也许慢性肾病已经悄悄地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但是我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 那么如何才能够一招识别我们的肾脏是否已经受锁了呢 让我们打开探索之门通过一个模拟演示来告诉您 好 我现在手里面有四个烧杯 分别是代表的是我们正常人的尿液 还有我们肾病患者的尿液 我们用一个注射器来代表我们排尿的过程 我们看正常人的尿液进入到水中的时候 会产生一些少量的气泡 但是这些气泡很快就会消失 这是我们肾病患者的尿液 肾病患者的尿液倒入到水中的时候 会产生更多的气泡 而且这些气泡短时间内都不会消失 这个实验就模拟了我们慢性肾病的一个报警信号 泡沫尿 感谢黄淼医生 那我想问一下三位嘉宾 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出现过泡沫尿呢 王磊 你有吗 这个不能说有没有 就是看多和少 就是有时候自己还特别刻意 因为我同心未免 您知道吧 每天早上起来就刻意愿意激起这泡来 愿意看这大泡小泡连环泡 所以说 你是经常出现泡沫尿呢 干嘛经常 每天只是看这个泡的多和少 这个面地大和小的问题 不是说经常不经常了 就是天天有 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这个得有个六七年了 就是但没刻意注意从哪天开始 没算过 但是这种注意就是老有 那五叔叔您呢 也有泡 我这个就是 就是泡挺多的 挺大的 不是那种小泡 会频繁出现吗 还是偶尔出现的那一两次 偶尔会出现 有时候 你看早上起来 头一回 就 会出现泡沫尿 泡比较大 还有累了的时候 再有一个 你比如说咱们这拍节目 很长时间了 赶紧去 去得那泡沫就大 多 那么当出现泡沫尿的时候 为什么就提示着我们的肾脏 已经受死了呢 而且当慢性生病来临的时候 还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今天呢 就这些问题 我们是请到了来自于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 周福德主任医师 欢迎周主任 您好 周主任 欢迎您 主任好 对于某些朋友来说 有可能只尿过一两次泡沫尿 这就提示着我们的肾脏 已经受损了吗 这个不一定 偶尔出现一次泡沫尿 不一定代表肾脏有问题 您不要紧张 如果天天都有泡沫尿 您一定要及时到医院 做尿化验 看看有没有肾脏病 那为什么当我们肾脏 受损的时候 会尿出泡沫尿呢 泡沫尿啊 它是我们蛋白尿的 一个表现 我们体内有四分之一的血液 要流经肾脏 血液里头含有蛋白 我们肾脏 它有绿锅屏障 蛋白它不能出来的 少量蛋白呢 经过肾脏管又重吸收回来了 几乎99%以上的蛋白都被吸收掉了 都回到血液 尿里没有的 或者说排的尿蛋白量很少 我们正常的肾脏 它有一些小孔 但很细 很密 很细的时候蛋白出不来 当这孔变大了 就肾脏的结构出现了问题 让体内的蛋白 从个肾脏露出来了 露到尿里 就有蛋白尿 您刚才在反复地强调 尿出泡沫尿 是因为尿里边有过多的蛋白质 对 那泡沫尿和我们正常排出的尿液 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呢 肾脏病的泡沫尿呢 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这泡沫 比较小 比较细 第二个呢 它比较厚 第三个呢 它持续时间比较长 那周主任除了尿出泡沫尿之外 当肾脏受损的时候 也就是得了脉性肾病 还会有什么典型的症状呢 水肿 那得了脉性肾病之后 为什么会有水肿的症状呢 让我们打开探索之门 通过一个模拟演示来告诉您 摆在我面前呢 有两组道具 那这个气球呢 代表的就是我们的血管 那这个血管的外面 也就是和矿泉水瓶的中间 所代表的就是我们的组织间隙 摇晃一下这个瓶子 我们会看到气球里面呢 有很多的黑色的颗粒 那这些黑色的颗粒呢 就是我们血管内的蛋白质 它就像小海绵一样 对水分有很强的吸引力 能够将水分牢牢地锁定在我们的血管里面 血管里面的水不会跑到血管外面 也就是组织间隙里面去 但是当我们的慢性肾病的患者呢 它体内的蛋白质会大量的流失 那么这个呢 就是模拟的我们肾病患者的体内的蛋白质的情况 明显地减少了 这样的话 血管里面的水分就很难被锁定住 水分呢 就容易从血管里面渗到血管周围的组织间隙里面去 就像这样 好 我们可以看到 水呢从血管里面 逐渐地渗到了血管外面 那么这些水分的蓄积在组织间隙里面 就会引起水肿的发生 好 感谢黄医生 感谢黄淼医生 那周主任除了刚才黄医生提到的 这个发病的机理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原因 也有可能会导致慢性肾病的朋友出现水肿呢 刚才黄淼医生掩饰的 肾病出现水肿的一个机制 就是血里蛋白低 另外一个机制呢 就肾脏排水功能减少了 我们正常喝多少能排多少 肾脏有病的时候 排水功能减退了 排水排得少 水在体内处流 引起的水肿 也许大家理解起来并不是特别的容易 让我们打开探索之门 通过一个模拟演示来告诉您 肾脏的基本单位是肾小球 那我手里拿的这个海绵呢 就模拟的是我们的肾小球 肾小球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呢 就是排水 我们先来看正常的肾小球排水 好 现在我们的这个肾小球已经充满了水分 当我们把它的水分都挤出去的时候 可以看到可以把你们的水分完全地排出来 那么肾小球排出的这些水分呢 就会形成尿液排出体外 这就不会出现水纳猪瘤 导致水肿的情况 而慢性肾病的患者 因为他的肾小球功能受损 我们再看 受损的肾小球的排水是什么情况 好 同样大小的肾小球 也吸收到了相同的水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肾小球排水很困难 排出的水分也比较少 我们来对比看一下 肾病患者的肾小球排水明显减少 那么正常的肾小球所挤出来的水分 相比我们病变的肾小球挤出来的水分 要明显地多一些 那么病变的肾小球 多余地没有排出来的水分去哪了呢 显然是留在了我们身体里面 如果是留在我们的皮下 就会造成我们的皮肤的水肿 如果呢 留在了腹腔 就会形成腹水 留在胸腔呢 就会形成胸水 这个实验呢 就模拟了我们慢性肾病的时候 肾小球排水功能减弱 水分排不出来 留在体内形成水肿的这样一个过程 好 感谢黄医生 感谢黄淼医生 那我想问问大家生活当中 有没有出现过水肿的症状 王磊有吗 平时有一些 但是不很明显 但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就特别厉害 就是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尤其是下肢特别明显 跟活面一样 就是说您这个手摁下去 不但一个坑 而且它起步来 这个当时我一开始以为啊 可能是修一步好的原因 但后来越来越来越 再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整个腿跟脚都胖起来了 那个穿鞋都穿着废饰之类 穿比现在大两号的鞋 而且呢 这个当时这个整个体型就胖起来了 您看现在我这个羊柳西腰啊 其实才有三尺二 当时我就是病的时候 水肿到什么程度 我得穿四尺四的裤腰 而且明显霜已经都延展到 腰就是腹部腹腔 都已经肚子起来 就是完全肚子大到什么程度 这看不见 就是这万里一站 低头看不见脚面 康安一有出现过水肿吗 我一般情况下没有 但是偶尔的时候 会有小腿会有一点轻微的水肿 比如说站立的时间久了 或者说出去旅游坐车 或者坐飞机时间比较长了 小腿会有一点肿 但是呢一般的就是假如说休息一晚上 睡一晚上叫 第二天早上就会消失了 那五叔说您那有没有出现过水肿 我也有 就是小腿就是膝盖以下 肿得比较厉害 如果站时间长了 或者比较累了 他就肿得比较厉害 尤其到晚上 比如说今天要站了一天 到晚上的时候 腿都那么老醋 跟他这些一摁一坑 但是呢我检查过 就是因为可能是静脉曲张 回流不好 明白了 所以周主任您看啊 可能有很多的原因 都有可能会引起水肿 比如说腿部的一些血管的问题 再加上上年纪代谢比较慢 多余的水分排不出去 也有可能会引起水肿 一旦要是因为慢性肾病 所引起来的水肿 它有什么典型的特点呢 那么肾病的水肿呢 它一定是上午清下午重 为什么会上午清下午重呢 我们白天呢 由于站立的原因 下肢水分回流少一些 经过一夜的休息 回到心脏的血液量增加 排水多了 肿会减轻 第二个先发生于 主治比较疏松的部位 一开始水肿啊 早期的时候就在这个颜面 颜碱 很容易看到 眼皮比较松 眼皮比较松 无眼抛 能看出来 还有呢 一按一个坑 这个按坑 这是刚才王脸说的 这后面 你说的很形象 那面一压去 有坑 坑不容易起来 它难以消除 持续时间比较长 就这么几个特点 肾病水肿呢 有水肿 同时做化验 有蛋白尿 这是肾病水肿 如果你有水肿 做肾脏化验没问题 那水肿跟肾脏没关系 像刚才那位叔叔说 有静脉趋 所以我觉得就是 一旦出现水肿 我们自己难以鉴别的时候 最好还是及时到医院去看一看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 以领药业 莲花清温胶囊赞助播出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两个症状 一旦要是肾脏受损了 还有什么典型的特点和表现呢 第三个表现呢 就是血压高 其实引发高血压的原因很多 通常呢我们会讲 您的生活方式啊 或者一些慢性的基础病啊 都有可能会引起血压的升高 但是为什么得了慢性肾病之后 也容易发生高血压呢 我们打开探索之门 通过一个模拟演示来告诉您 好 我手中的这个透明的亚克力管呢 就是模拟我们人体的血管 那么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的血管里面的水分没有那么多 比如说我把这么多水 倒进我们的血管里面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下面的这只手套呢 是微微鼓起的一个状态 压力很低 这就是我们正常人的一个情况 那慢性肾病的患者 他血管里面的压力的情况 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来准备了这么大一杯水 倒入到血管当中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橡胶手套已经充分鼓胀起来了 说明这个时候血管壁所经受的压力已经非常高了 这是因为慢性肾病会导致肾脏的排水功能减弱 大量的水分蓄积在血管内 那么水分多了 血管里面的容量增加了 也就产生了容量型的高血压 这个实验呢就模拟了慢性肾病引起高血压的情况 好 感谢黄医生 那得了慢性肾病之后引发高血压的原因 只有刚才黄医生提到的这一个吗 刚才黄医生演示的机制呢 就是肾脏排水功能减弱了 造成水储流引起的高血压 就是高血压发生的一个机制 就是容量性的高血压 另外一个机制呢 就是激素依赖性高血压 就是肾脏有肾病以后 有一些缺血病变 肾脏血管有狭窄 导致肾脏供血不足 引起了肾素分泌增加 肾素是生血压的激素 它进而引起血管紧张素分泌增加 玄默酮分泌增加 这三个激素都可以顺高血压 这激素依赖性高血压 那我知道我们三位嘉宾 以前也是有高血压的问题 现在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控制 控制得怎么样王磊 控制得特别好 因为我还年轻 基本控制在1185左右 每天早上量基本是比较稳定 坚持 那康阿姨您呢 血压控制得如何 我是从去年差不多下半年吧 就出现了血压高 高到了145 偶尔有能高到160的时候 然后就年初就开始用药 血压就控制得还可以挺好的 现在我最近刚量的一次血压 是左臂134高压 然后低压68 右臂是137 低压是77 好仔细啊 左右两个手臂都测量 他不是要测两个压圈吗 这个是更科学的方式 我的高血压呢 跟别人的不一样 我是高压不高 低压高 我现在吃药的情况下 是80 120 如果要说累了 练着几天拍戏 血压就有点不正常 就是即使吃药 低压就往上升得特别快 升到95 100 压还是六位有一点高 对 但我觉得还是要用掌声 鼓励我们三位嘉宾 已经控制得很好了 挺理想的 那周主任 如果要是得了慢性肾病 由此而引起来的高血压 它有什么典型的特点呢 你也帮助我们来鉴别一下 好 慢性肾病啊 它的高血压 它的特点血压 往往比较难控制 我们正常的高血压呢 就是原划高血压的病人 它血压相对容易控制 吃一个健康药 血压就能达到140 90以下 达标了 可是我们有肾炎的病人 一个药可能控制不住 60%以上的病人 得需要吃两种药 我们常用的药 就是普利类的 或者沙坦类药 再加一个钙结抗剂 两种药联合用 我们肾病的高血压呢 我们控制目标值啊 跟没有肾病的高血压病人 它的目标值不一样的 没有肾病的高血压病人 血压要控制到140 90以下 就可以了 有肾病呢 这血压要再低一点 高压要小130 低压低于80毫米恐重 更严格 更严格 最理想的范围是 高压在110到130之间 低压70到80之间 明白了 按您的要求来做 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 三种症状 还有什么样的症状 也可能是因为 慢性肾病所引起来的呢 第四个症状啊 就是贫血 叫肾性贫血 这是慢性肾病 很常见的症状 那这背后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周主任 这主要的原因啊 就是我们维持体内造血 有两个器官器 很重要的作用 第一个就是骨髓 骨髓生成血液 生成红细胞 另外一个得靠一个激素 这个激素呢 是肾当分泌的激素 叫醋红细胞生成素 红细胞就是血液当中 非常重要的组成 对 骨髓得在这个激素的作用下 才能很好地生成红细胞 所以有肾病的病人 肾功能下降了 这个激素分泌减少了 就可以引进贫血 这是最主要的机制 我身边也有得了贫血的朋友 主要他就是挑食 他那个时候得病之后 跟我描述 他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没劲了 那如果要是因为肾病 所引起来的贫血 也会感觉到没劲吗 一样的 他为什么没劲呢 就是由于他贫血 红细胞 他携带氧气 给身体各个组织供养 一旦贫血了以后 他供养的能力差了 就各个器官都可以缺血 我们的肌肉 这个供养少了 就可以出现这样的症状 还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感觉呢 另外的感觉 有的人可以出现心慌 走路就心慌 气短 就觉得这个气老不够用 还有贫血可以引起头晕 对 一站起来就头晕 那要是出现了这么多贫血的症状 咱是不是得去医院赶紧去抽个血 看一看到底是不是真的贫血了 是的 是的 这个贫血很容易诊断 通过血肠规一化验 我们就可以看看有没有贫血 看哪项指标呢 看血红蛋白浓度 男性的如果低于120克每升 女性低于110克每升 叫贫血 孕妇她贫血的标准呢 跟我们正常人有区别 因为孕妇呢 她血容量增加 她血被稀释了 所以她的贫血标准比正常人低10克 血红蛋白低于100克每升 叫贫血 我记得体检的时候啊 那个大夫会扒着我们的眼睛 这样扒下来 然后看里面的颜色 这个是判别是不是贫血吗 这叫准吗 准确 这叫看睫毛有没有昌白 这是一个体征 还有啊 面色昌白 有的指甲 指甲白 一看就贫血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在2008年 在新疆工作的时候 那天晚上我们 在重症监控室 有个重病人 他渗州出血 查血红蛋白呢 他是个男病人 血红蛋白在120克以上 没贫血 我们有一位专家 非常有经验 一看这个病人脸儿 撒白 一看睫毛很白 这个白的程度 就说明贫血 很严重的贫血 出血很严重了 病人有休克 那跟这个血色素 在120克以上 那不一致啊 对啊 对 那这里头有一个问题 就出血以后 他已经有贫血了 他血浓缩 这时候我们要看 他有没有昌白 哦 原来临床这么复杂 哎 我们一看着昌白 就贫血 这时候 我们给他做了手术 白血止住以后 脸色就恢复了 嗯 其实这个看眼瞼的方法 真的挺简单的 咱们老百姓自己在家 拿一镜子 对着照看一下 就能够看得出来 我们现在是否存在着 贫血的问题 对对 但标准是什么呢 我们能不能请五叔叔 到台中间 然后您帮五叔叔看一看 好 来 辛苦您五叔叔 五叔叔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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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 我来 手法很娴熟 你看看 这五叔叔就是结膜呀 你看很红 嗯 不白 嗯 这就没有贫血 我们才可以看指甲 这也都是不昌白 哦 就是看指甲盖的颜色 指甲盖颜色 嗯 也不白 嗯 但是呢 也正常状态 嗯 再看嘴唇 你看嘴唇呢 这也都是很红润的 不昌白 如果要是贫血呢 颜色是什么样的 就白的 白的 对 你看 如果贫血的话 它的结膜 它可能是跟这手指盖的颜色 接近 你看它现在是红的 是 如果结膜白了 就手指盖颜色 嗯 明白了 其实是非常容易掌握的 对 好 辛苦了 五叔叔 但没问题啊 没有贫血的问题 一开始啊 我们说到一个数据 说实话挺让我吃惊的 在我们国家 大概有一亿左右的 慢性肾病的患者 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导致出现这么多的 肾病的患者呢 高血压 肾脏所害 是我们慢性肾脏病的 一个常见原因 占20%到30% 血压控制不好 五年以上的高血压 没有重视 肾脏可能会发生损害 嗯 那为什么得了高血压之后呢 反过头来还会引起 肾脏的损伤呢 我们还是打开探索之门 通过一个模拟演示 来告诉您 好 那高血压究竟是如何伤肾的呢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组道具 这个呢 代表我们人体的血管 那么正常的血管呢 内膜是很光滑的 血液流过的时候 是非常通畅的 我们来模拟一下血液 经过肾脏球的时候的一个状况 我们的末端的肾脏球呢 有足够的血液流过 肾脏球有非常好的一个血运 那么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说 由于长期的血管的压力的增高 导致血管内膜的增厚 会形成一些斑块 沉积在血管的内膜上 造成呢 我们肾脏血管的管腔狭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看一看 血液流经肾脏血管的时候 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 血液流速缓慢 而且相比正常人 流经肾脏血管的血液减少了 血液灌注不足 长期这样的损害 最后造成肾脏缺血 引起肾脏萎缩 肾功能变差 好 感谢黄医生 感谢黄医生 那就是得了高血压之后 那进入到肾脏的这个血液 就没有那么充分了 长时间的肾脏缺血 就有可能会引起肾脏的受损 是的 这是高血压 引起肾脏损害的机制 一方面呢 是如果您有高血压的话 很有可能会引起慢性肾病 对 但另外一个方面呢 是如果您有慢性肾病的话 还有可能会引起来 不太好控制的高血压 您说的是正确的 高血压跟肾脏关系非常密切 这俩相互影响 高血压加重肾病的损害 促使肾功能恶化 那么你控制血压 就能保护肾脏 是 我今年上半年啊 我看一个病人 其实非常遗憾 他就生病 他找这个大夫看病啊 这大夫就没有量血压的习惯 他找我看病的时候呢 我一看血压特别高 高压200多 低压100多 很高 再看肾功能尿毒症了 他为什么到尿毒症了 就是血压没控制好 他自己血压那么高 没有感觉吗 他有些症状 他没有想到是血压高的问题 就没有重视血压的问题 没有量血压 有肾病 一定要量血压 我们的嘉宾有没有想到 高血压和慢性肾病之间 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啊 这还真没有 高血压我倒是这个 有体会 因为我当时确实 因为心脏爆发过这高血压 就诊断为这个高血压四级 应该算是比较高的 但是我就没想到 他跟那个肾之间 还会有互相的这个作用 我吃药得20多年了 我40多岁 就开始有高血压 我没想到 他还能引起慢性肾病 我没想到 那如果像五叔叔一样 他已经有高血压了 那怎么样才能够 避免出现慢性肾病 防的方法就是 第一个控制饮食 少吃盐 我们盐摄入量 每天盐要小于五克 适当运动 有助于控制血压 戒烟 陷酒 改变生活方式 第二个 就是规律治疗 服用降压药 血压达标 高压在140 90毫米公柱以下 而且可以使用一些 具有保护肾脏的 降压药 普利类的 或者沙坦类药物 第三个呢 要监测 定期检查 有没有肾脏问题 早发现 每半年到一年 查一次尿化炎 那除了高血压之外 还有什么常见的原因 也有可能会引起 慢性肾病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敖冬 安神补脑液 独家冠名播出 那除了高血压之外 还有什么常见的原因 也有可能会引起 慢性肾病呢 近些年来啊 我们引起慢性肾脏病的 一个很常见的原因 就是糖尿病肾病 大概有30%到40% 病人会发生 糖尿病肾病 我们医院一个团队 做了一个调查 现在在医院 全国医院住院的 糖尿病肾病 它的住院率 要高于 其他原因肾脏病的住院率 所以糖尿病肾病 需要引起我们重视 那高血糖 又是如何引起来 我们肾脏受损的呢 我们还是打开探索之门 通过模拟演示 来告诉您 我们人体的肾脏呢 是由数百万个肾小球 所构成的 那么肾小球的一个 非常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滤过 那这个筛子呢 就代表的是 我们正常人的 肾小球上的滤过膜 它的上面有很多的 非常小的孔洞 我们正常情况下 我们肾小球滤过膜的孔洞 是非常的细密的 这个小盘里面 装的是绿豆和黄豆 绿色的豆子呢 就代表代谢的废物 黄色的豆子呢 代表的是有用的东西 比如我们人体的蛋白质 我们把这些身体里 代谢出来的产物 通过这样的一个筛子 筛到碗里的时候 我们看看会发生 什么样的变化 毫不发现 绿豆 也就是代谢废物 都被筛出去了 但是黄豆 我们人体的蛋白质 依然保留在 我们的身体里面 但是呢 对于糖尿病的病人来说 长期慢性的高血糖 会在身体里面 产生很多的糖毒素 那么这些糖毒素呢 会对我们肾小球的 滤过膜 产生一些损害 时间长了以后 就会变成这样 它的滤过膜的孔洞 会变大 那么我们再重复 刚刚的试验 我们看一下 由于孔径的变大 我们的蛋白质 会随着这些大孔径 被筛出去了 所以呢 我们会出现蛋白尿 好 感谢黄医生 我知道王磊和康阿姨 都是有糖尿病的 现在控制的怎么样 王磊 控制的在两届山的 那个部位 就是一脚好啊 一脚不好 这也看一些吃啊 跟这个身体的一些状况不太一样 基本上空腹呢 在六点多 然后呢 稍微的如果说 头天晚上吃的多一点 或者运动少一点 累一点 也可能能达到七点多 这是空腹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 基本上我还是属于在 没有药物干涉 要宽靠自己的这个毅力的情况下 控制在这个程度 应该还算可以吧 餐后呢 餐后应该在九点多时左右 那不是很理想吧 那看吃什么 吃得好 也能到八点多九点多时 你的肾愿意吗 你的肾高兴吗 我也不知道 我这天不会说话呀 所以您要监测呀 要控制好自己的血糖 对对对 我的血糖吧 就是总的来讲 应该就还凑合 这么说 因为我吧 是一型糖尿病 刚一开始发病的时候 是因为同症 先出现同症 然后住院 确诊一型糖尿病的 就是将近二十年嘛 我的血糖吧 一直是呈脆性 就是忽高忽低 要么就很高 要么就是低血糖 所以呢 就特别难以控制 刚得病那几年 我几乎年年住院 要调血糖 后来呢 医生也觉得 我这血糖是个老大男 后来就给了我一个建议 就说我呢 不要那个要求严格达标 因为我严格达标 那就一下就成低血糖 马上就掉下来 所以呢 就要求我控制的 稍微偏高一点 这样呢 我的餐后血糖 一般的都在十以上 十二三 就是常有的 偶尔有的时候 可能还会更高一点 那周主任 如果要是血糖不高 反而是低血糖 这些朋友 需要关注自己的肾脏健康吗 如果说有症状低血糖 要小心对肾脏的损害 主要是缺血缺氧的损害 哦 明白了 总之血糖要是异常的话 就应该关注自己的肾脏 对 无论高低都需要关注 但是糖尿病肾病呢 对于部分病人是可以预防的 主要预防方法呢 第一点呢 严格控制好血糖 糖化血红蛋白维持在 百分之六到七之间 把血糖控制好 就明显地减少糖尿病 肾病的发病率 第二点 如果有高血压 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病人 一定好好控制血压 这个血压控制要更加严格 控制在130 80毫米拱柱以下 还是有很多的办法 可以帮助得了糖尿病的朋友 保护好我们的肾脏的 是的 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听说 什么样的因素 也有可能会引起来肾脏受损呢 还有就是说 一些这个药物影响 比如说 我知道 比如说一些消炎类的药物啊 和一些什么时候服用不当啊 就是会这种急症 这个我还特别有 这么一个朋友跟我讲过 就是他特别孝顺 跟老丈人喝酒 老丈人呢 就是正好吃消炎药 投包 然后呢 吃完之后呢 喝完酒呢 当时就已经就 透析就肾就不行了 哦 所以说这个 我从这儿才知道这个 投包用这个酒精服装 这个是危险性特别大 那武叔叔听说过吗 吃药 这我听说过 你比如说 一顿吃一片 一天吃三次 他还恨不到 这一天吃 吃一次吃两片 三片 加大量 其实我多吃点 就好得快 实际上 就是对着肾 损害很大 所以刚刚王磊和武叔叔呢 有这样的意识 听说过身边的人呢 可能误服了 会伤肾 对 所以我觉得周周恩特别有必要 跟大家说一说 是不是乱服药物 更容易导致我们的肾脏 出现急性的问题啊 是的 我们国内用药啊 现在乱服药的最多的药 就是止疼药 止疼药 伤肾的机制呢 有很多 第一个机制就是 体内缺水 用药以后啊 病人出汗 体内缺水 以及呢 他本身 吃的药以后 让肾脏的血流量减少 引起肾脏供血不足 引起的肾功能所害 这第一个机制 第二个机制呢 这是非载体消炎药 这类的止疼药 它直接对肾脚管损伤 长期用呢 可以引起慢性肾脚管损伤 第三个机制呢 就是过敏 有一些少数人比较敏感 用这药以后就出现肾脏过敏 引起的急慢性肾脆 几年前我遇见一个病人 夏天去海边城市吃海鲜 第一天吃一盆螃蟹 自己 第二天吃一盆大虾 痛风发作了 发作以后吃止疼片 到医院一检查 鸡肝1000多 正常值133以下 急性肾脆 停药了以后很快恢复了 第二个就是利尿剂 利尿剂啊 我们是利尿消肿的药 它也是治疗高血压的药 但是有的人呢 它滥用 它想要自己苗条 减肥吗 减肥 它就吃利尿剂 吃完以后觉得苗条好看 体检发现肾功能有问题 第三类药 像王磊刚才说的 抗生素 有一类抗生素 对肾脏直接有损害 清大霉素 可以引起突然无尿 这是第三类药 第四类药 就是造影剂 它有肾脏损害的副作用 有一些人用完以后 可以出现肾衰 真的 你到医院现在 像我们医院 你做完CT 增强CT 对 我们影像科医医生就告诉你了 三天以后 你要查一下血迹肝 看看有没有造影剂生病 明白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周主任 给我们介绍这么多的知识 非常的重要而有意义 如果您要是长期有高血压 糖尿病 甚至有的时候 不太明确的情况下 乱服了一些药物 同时如果出现了泡沫尿 难以控制的高血压 水肿 贫血等等的症状 您一定要及时地去就医 看看您的肾脏究竟如何了 避免慢性肾病的出现 非常感谢周主任 今天给大家的介绍 谢谢您 也感谢我们三位嘉宾的参与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